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送走果年迎来猪年了 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传统新年活动 包括江苏省的秦淮灯会 镇香打香油 新春活动和扬州新年传统美食节等等 浓厚的春节气息不在话下 马上带您透过镜头去凑凑人脑 农历新年进入倒数季时 全球华裔人口最多的中国 民味米饭 中国江苏省第三十三届秦淮灯会 星期一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亮灯开幕 璀璨彩灯争起斗燕 焦香灰映 画面美得叫人窒息 惊艳不已 使大家能老百姓能在里面互动 这个就是我们把灯彩跟传统的记忆 包括我们传统的一种手法 跟现代的工艺 包括现代的科技 想结合 另外春节之前打酱油 是江苏镇江人的年俗 尽管寒风凛冽 但是民众依然手里拿着好几个桶子 排队买上大量优质优价的酱油 非常热闹 说到春节最少不了的就是美食了 扬州美食节上的特色传统美食不容错过 从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儿包子 到寓意财源广进的饺子等等 应有尽有 让人垂涎三尺 这东西我觉得挺新奇的吧 对孩子来说 毕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吧 我觉得玩得挺好的 来到安徽上博州 当地百姓则各个换上了糖装 在广场来一段传统健身法舞琴戏 祈求新的一年 身康体健 另一边乡还能看到师傅 现场制作糖画 以及剪纸等等美食艺术作品呢 至于浙江绍兴的安昌古镇上 每逢年关 就可以看到到处挂满各式辣货 形成一道独有的新年景色 NTV7 最后报道